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思维回来啦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期我的近期爱用品分享 最近呢好像就是发Vlog比较多都没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我的爱用品 所以今天呢就想说录一期这个爱用品合集 来跟你们聊一下最近发现的一些很好用的东西 大家也可以给我一些意见 你们想看这种合集类的爱用品分享 还是我把这些爱用品呢就平常放在Vlog里面跟你们分享 你们可以跟我说一下 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也超级的喜欢 虽然我最近就是春夏还挺喜欢穿一些那种彩色系的衣服 这种素色的极简风采是我一直的爱 是一个这种压麻的材质 然后交叉绑带的衬衫 显得腰很细 我下面穿的是睡裤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分享了 首先呢想先来分享一个 就是跟我今天的这个穿搭 感觉气质很搭配的 是一个香水 是一锁的这瓶 他们家真的做包装 永远都是非常在我的审美上 虽然就是包装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真的质感做的特别好 这瓶香水严格意义上来说 不算是我的爱用品 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在用 全部都是弹在用 我平常还挺喜欢买香水的 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喷香水 受不了自己身上 一直有一个香水味环绕的那种 所以呢这些木质调的香水 基本上买来都是弹在用的 每次闻到它身上的这个香水味 我都会心情特别好 这个味道呢 你刚开始闻会觉得 有点呛太浓 冲鼻子 就很重的木头味里面 还感觉有点中药的味道 但是呢你喷在身上之后 等它就是跟空气接触一下 它那种很富裕 很内敛的木质香调 就会慢慢的散发出来 尾调呢是煮香 香根草和橡木材 它一天下来之后的那个香味 就不像中调那么的厚重 是比较偏清新淡雅的味道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迷人 太有内涵了 而且还有一种境遇的性感 层次特别的丰富 在不同的时间段 你闻到的那个香味 和它传递出来的那种 意境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就是我心目中的 一只天花板的木质香 然后下一个 我最近很爱的一个彩妆 是这个雨吉的修容饼 前段时间从我的囤货的 那个大箱子里翻出来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它的这个包装呢 就是还挺干净 简单的这种磨砂塑料的材质 打开之后呢 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双色的组合 它这个颜色真的做得特别特别的好 这是混刷出来的一个颜色 就是超级的自然 因为我们本身亚洲人的肤色 就是偏黄的嘛 所以它这个颜色呢 也是有一点点偏黄的 黄色里面还多的一点点灰掉 就不会过于的黄掉 或者是发红的那种 我今天用的也是这个修容 就整个跟我的肤色特别的合 如果你是偏白的肤色 它也不会说就是颜色太重 看起来很奇怪 我个人觉得脸部的修容 还是用这种稍微带一点点黄掉的 会更加自然 鼻影呢就比较适合发灰的那种 粉质也非常非常的细滑 好晕染 如果你最近想买一个面部修容的话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下面呢是我最近非常喜欢那一块腮红 就是这个苏库的六号春景 这个就是被大家供草的 最近它的出镜率真的很高 不管是粉质啊 还是在脸上的一个色彩的呈现 都是我最近买到的腮红里很不错的 它的粉质真的特别的好 我今天用的也是这块 上在皮肤上呢 会让你的皮肤就是有一种莫名的 很低调的那种光泽 特别特别的美 也就显得你的皮肤质感很好 那它呢是一个渐变色 这边是一个偏紫的颜色 这边呢就是一个很可爱 很元气的樱花粉 我平常呢还是就会用这种点彩刷去混刷 然后这样点拍在脸上 这个颜色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元气 而且很显白 会让你的整个脸部喷起来 像我以前呢就是很喜欢用那种裸色系的腮红嘛 那种腮红在脸上呢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 比如说我喜欢涂在颧骨这儿 它就会让我的这个颧骨内收 脸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宽 但是这种色系呢一涂在脸上 整个脸就感觉很饱满 很砰的那种 不要害怕用这种粉色系的腮红 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以前就是说我绝对不会用这种色系 结果现在就还不是买了一堆 然后下一个呢也是腮红 是LARCA这个品牌的腮红的包装 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变成了一个这种超大的圆柄 但是里面腮红其实就挺小一块的 感觉没有必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壳子吧 赶上一个那种气垫了 但是这个呢不影响我对它的喜欢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性价比很高 这个粉性色呢我觉得就完全不挑人 怎么涂都很好看 在盘子里肉眼看会觉得很难驾驭 而且这个颜色就看起来很淡 涂在这个皮肤上好像不是特别显色 但是它上在脸上是很显色的 像我最近换那种尾素颜裹妆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用这块腮红 会让你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特别好 很可爱元气的那种杏桃色 然后下面一个呢是香奈儿的这个双头唇釉 我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这个色号是166感觉 最近这个色号还挺火的 它这个颜色呢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柔 淡淡的像你本身唇色的那种 带有一点点很微弱的橘色调在里面 我化那种淡妆的话就会涂这个颜色 搭配上我刚说的这个LAKA的这块腮红 它们俩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那种春日素颜裹妆的组合 这个唇釉呢它上嘴过一会儿之后就会干 变成那种完全雾面哑光的质地 持久度真的超级的好 喝水啊或者是吃那种不是特别油的东西 它都不会掉 这边呢就是一个透明的那种唇蜜 就把它叠涂在这个唇蜜上光泽度非常的好 整个嘴巴看起来就是嘟嘟的娇艳欲滴的感觉 叠涂一点点在我现在的这个口红上 叠涂在任何你的雾面口红上 它都会变成另外一种感觉 如果你是喜欢像我嘴巴上这种 比较接近自己本身唇色偏气质挂的口红的话 这支我个人是觉得还挺值得买的 可能很多人在抖音上都有刷到过的 这个半五花田的美白身体乳 我就是一个那种耳根子特别软的人吧 就是别人一说啥好用 我就很想要买来自己试试看 这个当时就是看人家的演示视频 我感觉效果还挺好 就它一抹上之后特别的自然 而且整个肤色是白一个度的那种 像我脸本身就会比脖子白 然后化完妆之后呢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色差 所以就想说可以买个这种身体素颜霜来涂一下吧 就挤一点在这块 我个人觉得效果还不错 我不知道镜头里面能不能看出来区别 但是我自己肉眼看是还挺明显的 涂过的这边呢就是会比较的亮白 然后没有涂过的就是比较偏黄一点 它整个还是挺自然的 而且这个涂在皮肤上也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涂开之后呢就像没有涂过一样 一点也不黏不油 所以整个使用感敷感还不错 它这个本身是算一个身体乳吧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不需要额外的去卸妆的 我每天晚上就是洗澡的时候 用沐浴露直接就洗掉了这样 然后下面呢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护手霜 就是这个火了很久的香奈儿的小护手霜 它真的颜值很高超级的可爱 你平常放在包里拿出来涂护手霜的时候 整个人就是觉得有精致到 它打开之后呢就是这样的 要用的时候就这样使劲的给它挤出来 它这个味道真的非常好闻 有一种很干净高雅的花香 喜欢用它的一个原因就是 它这个质地真的太好了 我从来没有用到过质地这么清爽不粘腻 但是呢又可以维持滋润度的护手霜 涂在手上之后皮肤就是会立刻变得很滋润柔软的那种 但是呢又完全不粘腻 你立刻去拿手机也不会有任何就特别粘腻不舒服的那种 使用感真的超级超级的好 然后下一个呢是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CPB的一个精华 自己用下来它最明显的一个效果就是提亮肤色 这么大一瓶我差不多只用了一个月 只剩下这么多了 因为我的用量真的很大 每天晚上护肤的时候我差不多是挤五磅 它这个精华的质地是非常非常水润的那种 很像是海兰之谜的那个精脆水的那种质地 所以我在用它这段时间是省略了化妆水的步骤 直接在洗完脸之后用它把它当成一个化妆水 在用它这段时间我整个皮肤真的非常非常的亮白 即使是素颜的时候也没有那种泛黄暗沉的感觉 就是特别的透亮白净 而且我也有说过嘛之前眼下这里留了一个像斑一样的痘印 现在真的淡了特别多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精华 还有我平常特别认真的涂眼精华一起起到的效果 夏天到了如果你想要就是提亮肤色 可以去试一下这个CPP的精华 我已经好久没有用过这种日本品牌的面膜了 之前看到一个博主推荐 我就想说买来试一下 结果真的有惊艳到我 上一期跟香奈儿的那个合作视频 用的就是这个面膜 当时也有很多人问我 它跟很多那种日系面膜不一样 它的面膜只不算是很厚 还是比较服贴的那种精华液的量也是刚刚好 不多不少 而且它这个香味也特别好闻 每次我敷的时候就觉得整个的过程都很享受很舒服 我每次用完它取掉之后 整个皮肤的那种水润度和细腻度真的超级的好 摸起来就是很软很嫩 感觉有特别认真的保养皮肤的那种 而且到了第二天你的皮肤也不会觉得很干 所以如果你是大干皮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面膜 我个人觉得它的补水效果真的特别的好 就用起来很舒服 性价比很高 就是这个Karen Body的面膜仪 上一期那个护肤的视频我有用嘛 很多人都在问我 所以我就想说放在这个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面膜仪是我在去年的时候买的可能买了有半年多吧 但是我一直忘记跟你们说了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人问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什么之类的 那我自己用下来这个对于我来说完全不是智商税真的非常的好用 每次用的时候就是把它这样固定在脸上 我不太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固定的不是特别的服贴 每次我在用的时候都需要用一只手这样给它扶着 它才能就是比较好的固定在我的脸上 它里面呢就是这样很多的小灯 然后打开之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红光美容仪 红光本身呢就是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消炎啊 镇定啊平衡水油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护肤效果吧 我在刚开始用它的那段时间 我是真的明显能感觉到好像用完它之后我的皮肤更光滑了 而且毛孔都有一种更小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原因 但是真的觉得皮肤很好 我看也有很多人说坚持用的话可以改善痘印之类的 我是没有什么痘印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有让我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稳定和细腻 我一周至少会用一次 如果能想得起来了也有可能用两三次 有的时候我是敷着面膜用它 有的时候就是在护完敷之后戴上它 就完全不费劲 是我现在最能坚持下来的一个美容仪吧 如果大家有在观望的话 我也不能说就是可以去买 因为这种美容仪的效果它就是因人而异的 价格也不算是很便宜 所以呢我也只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个使用感 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再多去做一些功课 看一看其他更多人的一个反馈 好了大家这些呢就是我近期用到的很喜欢的一些产品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比较有用的参考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